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宇宙当中最强大的邪灵即将回归 黑夜游行 废柴男一夕之间 他竟然化身为黑色圣诞老人 我和我的赛车老爸父子秦深结合失忆的车手 会碰撞出什么样精彩的火花呢 王室飞闻守则 这样的BLG非常的特别 美国总统之子爱上了英国王子 在推荐新面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大明星 如果刚开始不当模特 听说他本来想当一名政治线的记者 可是外形条件实在太亮眼 参加模特大赛获得最上镜头奖 然后送到经纪公司 接受专业的训练 开始街拍广告 到了大三那一年 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演戏 所以正式朝演艺之路迈进 后来累积了好多作品 包括败犬女王 犀利人妻 查经 我们与二的距离 俗女养成剂 火神的眼泪 这几年大红大紫的台剧 都可以看到他的精彩演出 想知道他是谁吗 赶快进来 费夫电力公司 还在担心缺电危机吗 费夫电力公司 给您最劲爆的电影大小事 好今天要跟费夫一起揭开 明星神秘面纱的 视频人佛罗阿德 哈喽阿德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这个大明星 网路上曾经流传一则冷笑话 中秋节不是要到了吗 除了烤肉啊 相信还有人会准备 其他的食材 像是玉米啊 甜不辣 那如果喜欢海鲜的 可能会烤生蚝 那我就要烤一下阿德 把生蚝给加热 猜个明星 就是温生蚝 就是温生蚝 那关于这个生蚝的故事 还有延伸版 网友是超有创意的 比方说那个生蚝扭到脚 那叫什么呢 叫博豪 黑道大哥 那应该要请吕良伟来演 总是会赢的生蚝 猜个篮球明星 谁 林书豪 因为他不会输 我们不要再耍冷 那个冷气间 录音机已经够冷了 阿德先来介绍一下 温生蚝的明星魅力吧 对 温生蚝呢 是从模特变演员 所以大家知道嘛 能够从模特竞赛脱颖而出 他也有一定的外形的条件 是 但是温生蚝比其他的模特转演员的 走得更快的是 因为他比别人更努力 他积极的让自己从一个模特 而转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然后他到目前好像也有创下一个记录 就是入围金钟奖七次 但是只得过男配角一次 但是还是让他敲响金钟 可见他也下过了不少苦功 已经45岁的温生蚝 他的生日是2月22号 我们就从生日书的内容 来观察他一些个人特质 生日书是这样写的 在2月20号出生的人 对于自我的要求非常严格 往往标准很高 非常人所能及 当他们违背自己的原则 就会十分的苦闷 然后适合选择就好像水一般 可以自由活动的职业 感情非常的纤细 丰富的个性呢 当演员诗人或者音乐家 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阿德觉得温生豪 他有双云南的特质吗 蛮有的啊 就像当初他其实是念 松山工农的机械科 对 那可是他在高职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想要当个记者 于是他又再度去考 世新的传播管理系 然后那时候他本来是想当记者的 可是他大一的时候 因为参加杂志的摩特尔大赛 得到最上镜头奖 因此呢 就是在经济 摩特尔经纪公司进行了训练 于是呢 他也开始当杂志的摩特尔 然后赚一些钱 甚至拍很多广告 他还是拍了四十几支广告 甚至在一些手机啊 啤酒广告 都是那种很知名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可是在大三的时候 他因为这些在拍广告的经历 他决定他要当演员为他的职业 可惜刚开始的路非常的坎坷 甚至到他当兵退伍之前呢 他还曾经跟朋友开过烧肉店 然后希望说 演员这生活有一餐没一餐的 开一个烧肉店 至少可以当我的后盾 可惜很快就倒闭了 那后来呢 他在出发的时候 他居然是以主持节目 然后叫全球玩家为出发 这样听起来也是经过了一番波折 最后呢 这个双云南 他才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就是朝这个演绎之路迈进 如果他现在不是模特 他有可能是一个政治线的记者 对因为他本来的目标是这个 他如果当政治线的记者 我想很快他就已经变成 拜托拜托请投我一票 因为他的长相 可能会给某一个政党 然后就会请他出来 然后当市议员啊 或者是选立法委员之类 烧烤店倒了之后 是什么样的因缘 让他走上了演艺之路呢 原来跟这个导演有关 这个导演呢就是一致言 他当时就是看了全球玩家 看到他主持的节目 就在危险心灵里面 有一个老师的角色 就指定说一定要找他 对那对他来说 虽然已经走上了 他觉得主持这条路 他并不是他目标了 可是H&E经由这个节目 让这个导演看到他 他在危险心灵里 当然他不是主角了 他是演一个数学老师 然后因为他非常严格认真 就深受家长的欢迎 这种都是家长的欢迎 但学生不太欢迎 因此造成学生的危险心灵的 詹老师 然后大家后来就看了 因为这部的风评蛮好的 所以有更多人看到了他 于是这应该说是 温申豪在之前一些电视剧里面 他可能都是一些跑龙套 不重要的角色 但詹老师这个角色 让很多人看到他 于是后来就有更多的机会 对因为他是客家人的关系 所以他也接演了很多客家电视剧 或者客家语的电影 包括在2008年 他演出客家电视台的 大将徐邦欣 当年还入围了金钟奖 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但是最后输给了娘家的雷红 那接下来他有电影演出的机会 1895 他演的是抗热英雄吴汤欣 对吴汤欣本来是一个秀才 可是后来因为甲午战争的缘故 那马关条约呢 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所以他就在台湾民主国的号召之下 他就当了义军的将领 然后组了义民军 然后在桃竹苗地区 跟登陆的日本军开始展开大战 然后反正你知道以寡击重 虽然他们也撑了一阵子 但最后还是寡不敌重 然后在八卦山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那就是惨烈的牺牲啊 那里面当然也有一段很感人的戏 他的太太是杨锦华所誓言 他就把自己的法便剪下来 交给他的妻子 说如果他八卦山这一役不能回来的话 请他把他就是拿这个头发当做这衣冠种这样子 对所以里面就是一个很惨烈的故事 然后也是真实有这样的人物 当时的上演获得广大的回想 是成为2009年的国片票房冠军 那接下来他在这个电视剧 有更多的机会了哦 一定要提这一部 因为这也是他学长这个外号的由来啊 当时的败犬女王这个电视剧呢 分成两派 有一派喜欢这个阮金天饰演的小草莓派 另外一派呢 就是支持温生豪的学长派哦 两方还会相互的校正 那来讲一下他在败犬女王的表现吧 对败犬女王他又跟 再度跟1895的他的牵手杨锦华所合作 可是这一次呢 杨锦华呢 就是徘徊他在这个 他这个学长跟阮金天这个小鲜肉之间啊 那当然阮金天的演出呢 是非常的讨喜 然后这也是当年的收视率很高的热门电视剧 嗯 不过学长虽然最后没有得到 这个杨锦华这个败犬女王 却让他再度入围了金钟奖 但当年好可惜哦 输给了陈伯镇 你是我的唯一哦 可是剧中他那个非常深情 然后默默付出的学长的形象 也为他收获了不少粉丝哦 那同样他又接拍那一年的幸福时光 哎 剧中的戏路大改变哦 呃 变成了一个劈腿的人夫温瑞凡 然后这时候成为了台湾女性还有包括新加坡啊 印尼等等有收看这一出剧 女性公敌吗 没良心的男人有了老婆隋堂居然呢跟小三在一起 然后这一出剧呢当时在台湾非常的轰动 然后他也提名了金钟奖最佳男配角奖 不过呢他的形象也大受打击 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婆婆妈妈很多人看了以后 就对他非常生气渣男 而且这一出剧呢是一个现象剧 因为从这出剧之后 那种破坏人家家庭 以前叫做狐狸精第三者 现在因为这出剧里面给他写叫小三 所以大家后来都说小三 然后还有很多小学三年级的很无辜的说 为什么说小三都不是好人呢 我们就是小三 然后这出剧还有很多什么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还有我回不去了 对 瑞凡我回不去了等等的 然后这部电视剧呢 在我们台湾非常轰动 在日本啊印尼啊越南柬埔寨 还有新加坡都有买这部剧的放映前 虽然引发了一些热潮 但是当年这个金钟奖男主角奖的争夺 他是输给了潘伟博的爱无限 但是随着电视剧的热卖 后来还有拍成电影版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还蛮不错的现象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很多的电视剧 因为很轰动之后 他们后来都会拍电影版 就再赚一次 那所以呢这叫犀利人妻 最终回幸福难不难 居然在台湾就创下了破译的票房 甚至因为太轰动了 就是电视剧太轰动了 所以他们还曾经到新加坡去宣传 新加坡也有上映 那他在里面就是演说 他跟隋唐这对已经离婚的夫妻 因为在电视剧他们就离婚了 那可是他后来就又回去 就是希望老婆能够再接受他 然后女主角又陷入了 到底要不要跟新的男朋友在一起 还是跟前夫重续救援 温森豪其实他多才多艺哦 包括曾经出过影像书 也演过舞台剧 甚至还出过唱片啊 对但是唱片好像就没那么受欢迎 但是在电视剧方面呢 除了犀利人妻之后 他后来还演了我们与二的剧离 那跟贾靖文饰演一对父母 然后本来已经贸合神离 后来因为儿子被就是在电影院里面 随机被杀害 然后夫妻之间的感情 就再度经历了考验 可是当然最后他们互相扶持 渡过的难关 也让他终于拿到了金钟奖的最佳男配角 这个剧我觉得相当的有意义哦 这是台湾少见 可能讲一些新闻媒体的困境 还有讲到这个精神疾病 思觉失调症一些的问题哦 哇各方人物的心境跟纠葛 让人家看得很不忍啊 对那2019年他又再度的演出了 淑女养成绩而跟谢银轩啊一起演出 他演的是他的妈宝男友 所以那时候也遭受了不少的批评 因为虽然他是个好人 可是太妈宝了 然后所以谢银轩就离开了他 那但是这出剧他演的并不多啦 就大概是前半部这样 然后后来呢又2021年呢 他又演了火神的眼泪 对也是在金钟奖上面 火获好评啊还有茶经等剧 然后在火神眼泪他演一个消防员 那他的太太一直希望他能够换工作 因为当个消防员真的太辛苦 哇这样听下来近几年啊 火红的台剧 真的都看得到温生豪的演出 这个礼拜他有一部新片 要跟大家见面 在里面他是演这个父亲的角色 然后同样有一些父子秦深的部分 加上这个赛车的情节 非常非常的感人啊 我们待会来介绍 电小二电影套餐怎么卖 只要你是尹君级 免费交代都可以 当电小二碰到尹君子 电影情报全部依赖 好电小二废夫近的电影餐馆开张了 但是在开张之前呢 让我宣传一下赶快加入废夫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哦 只要拿起手机上脸书呢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清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今天请到跟我一起长出的 还有影评人佛罗阿德 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新片 我和我的赛车老爸 里面呢也是温生豪有主演哦 他在里面这个呢 饰演的是一个单亲爸爸的角色 他这个角色呢 因为意外的关系 所以导致呢跛脚 然后呢生活是一团乱啊 可是他的个性呢又非常的善良 有一天他意外接获这个社会局的来电 竟然得知自己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啊 然后故事又开始展开了 对那这部片子大部分的场景 都是在高雄左营拍摄的 那这个老爸本来是是一个船员 可是呢后来因为因故而受伤 所以呢只能改做保全 那也弃走了自己的女朋友 那他不知道女朋友离开他的时候 已经怀孕了 那当小孩呢已经养到十岁 妈妈因为过世了 所以社会局就找上了这个爸爸 然后爸爸就是内心充满了冲击 小孩也是 他就觉得你是我爸爸 可是我梦想中的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可是呢你脾气坏 有时候还在家里喝酒 然后就是一个不得志的老爸 生活非常的邋遢 对那然后两个这个父子 就要一起很尴尬的生活 然后父亲也在思考 是否呢要告诉社会局 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抚养他 让他帮他找个寄养 找一个收养家庭 可是呢就在这个父子冲突的状况中的时候 这个孩子呢因为一些缘故 认识了一位少年时候就是一个天才赛车手 就是由陈哲耀所饰演的阿俊哥哥 那他们呢 那阿俊哥哥呢 因为年轻的时候虽然是天才赛车手 赢了不少的冠军 可是一次的意外 他的因为他们开的是一种叫拉力车 那拉力车除了这个赛车手之外 旁边会坐一个人 那个人会帮他指路 对然后因为那次比赛的时候 翻车然后他的朋友就过世了 他因此也就是以那种 过失杀人的罪名 然后入狱 然后出狱之后呢 他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再赛车 所以他的心里也有一些创伤 所以这个故事应该有两条线 一条就是菜鸟老爸跟这个陌生儿子 就是这条线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赛车手 他在人生路上的跌跌撞撞 是另外一条线 然后呢 因作洋差 这两条线就交集在一块了 对 因为他救了这个东东 这个小孩 于是呢 东东就很崇拜这个阿俊哥哥 就想说这阿俊哥哥 以前居然是赛车手 因为东东就是那种小男孩 喜欢火菜小汽车 他也梦想将来 要可以成为一个赛车选手 于是呢 他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三人新家庭 一个中年老爸 跟一个彷徨青年 还有一个 就跟老爸相处不好的儿童 等一下你说这个三人生活 难不成他要找这个跛脚这个爸爸 担任他的副驾驶吗 没有啦 刚开始是没有这么想 刚开始没有 对 而且他本来也不想要再开车 但是因缘忌讳之下他又决定就是 重回赛车场 对因为他发生了一件事 然后这件事是什么 我们不用告诉大家 就让大家去看电影 这个契机让他决定 他还要再度走上赛车场 可是这时候没有人能够当他旁边的那个人 然后那时候这时候这个温商豪所饰演的这个爸爸 就在儿子的怂恿之下决定就是人生呢 既然是如此 拼一次冒险一次 他就担任他的就是他的拉力车上旁边的助手 但是他的身体身体条件啊 他那个肢体障碍让他可以升任这个工作吗 因为那个车子还是拉力车的这个阿俊来开的 他只是在旁边帮他看路 因为他们会开一些很险峻的弯道 然后你要是非常熟悉那里的路 然后告诉他什么时候该转弯 什么时候该什么 给他一些提醒 对可是你并不需要在旁边开车 对 然后于是他们就一起合作 然后也宛如有那种兄弟啊 父子的感情都存在 除了这两个大人演员之外呢 童馨陈少慧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他曾经演过这个人面鱼 然后也在月老里面有客串的演出 是演那个柯震东投胎转世的小朋友 他其实这个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相当的有灵性啊 对是真的蛮可爱的 另外还可以说那个除了温森豪之外啊 另外一位男主角就是天才车手阿俊 对 他就是你听他讲的国语 你完全没想到他其实是马来西亚人 哦 就陈泽耀 对 那他这几年呢就来台湾发展 我觉得他把国语讲的还蛮道地 对 所以呢这部片就主要是这三个男人 然后他们怎么一起生活 然后怎么一起燃起 就是要重回赛车场的热情 对啊好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跌倒过一次 也许是婚姻上面的不如意 或者说是在赛车场面的赛车场上的挫败 但是呢他们现在有重新挑战的机会 对那他们都给彼此一个机会 然后向人生的道路上冒险 但冒险会不会成功呢 就请大家看这部电影 这也是台湾影史上面还蛮少见的 就结合像拉力赛 然后又加入一些亲情的元素 还有一些友情啊 一些励志的一个元素在里头 对那拉力赛我是没看过了 所以我是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我才知道 因为我以前看到的赛车比赛 都是这赛车手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 可是拉力赛的时候 每人的车上都会有一个他的伙伴 帮他指引道路 这事实上好像也是说 这个男主角温森豪 他替阿俊哥哥指入 然后阿俊哥哥也替他的人生指入 让他从一个就是浮浮沉沉 甚至非常消极的一个中年男性 又重启燃起对生命的火花 没有错 每个人都可能是别人的道路的明灯 可以这样讲 那我和我的赛车老爸 最后阿德要给他的电影指数是什么呢 露瑟老爸振作向前行 四颗星 好 这礼拜还有其他的新片要推荐给大家哦 不要错过了 你喜欢看电影 喜欢聊电影吗 欢迎加入电影下就上演 也欢迎您赶快来到肺夫的粉丝团 在脸书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就可以了 今天请到来宾是影评人佛罗阿德 我们接下来介绍鬼修女第二集哦 讲到现在农历七月呢 鬼片可以说是大举出笼 那鬼片的代表作 现在呢 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历英宅系列哦 历英宅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宇宙观了 全球的票房超过20亿美元 他其中有四部电影呢 超过3亿美元 包括历英宅第二集 3亿2200万 历英宅第一集呢 是卖了3亿2000万 然后安娜贝尔造孽呢 是3亿700万 其中最卖的就是鬼修女第一集啊 他全球的票房超过3亿6600万 所以这个礼拜呢 第二集推出了 我相信这里面的 瓦拉克应该是更加的恐怖了吧 对 因为在欧洲啊 或者是南美洲 有非常多的天主教的信徒 那他们从小呢 可能对就是认识神父跟修女啊 所以呢 相信他们对于这样的素材啊 就非常的感兴趣 我一直觉得那种信仰的崩坏 其实就是最大的恐惧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大法师啊 之所以长期被大家票选为这个恐怖片的冠军啊 你想想看当神父或者修女都面临到一些信仰上面的一个混乱的时候 那是多大的恐惧啊 对啊 因为他们可能是上帝在这个人间的这个传递福音的人 那他们自己呢 都无法坚定立场 甚至受到恶魔的诱惑 或者是被恶魔所占领 那这是对信徒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鬼修女的第一集非常的卖座 于是电影公司很快的又推出了鬼修女第二集 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一次 嗯上一次的那个修女艾玲 她还是实习修女 这一次她已经是正式的修女了 而她在1956年的这个正在潜心的 就是她已经成为了一个正式修女在修道院里 可是呢在欧洲各地又陆续的出现了很多 比如一开场的时候就是一个神父 他带着一个祭童 那这个祭童就是当地的一个小朋友 然后他迟到了 神父说你赶快去地下室拿那个红酒 那那个葡萄酒就是要在那个祭典结束的时候 要给大家的圣血 对那小孩子就去拿了 那可是在地下室就出现了 诶瓦拉克就是鬼修女本人就出现了 对啊你会觉得这个修女移动的速度有够快的 这个瓦拉克每次预告都把大家吓得半死了 因为她非人类瞬间移动一下就到你眼前 对而且非常的可怕 连神父都无法抵挡她 她居然把神父吊在这个教堂上 然后焚烧而死 对于是这个事件呢 就引起了教廷的注意 然后教皇呢就派人来请修女艾玲说 麻烦你上一次你斩腰除魔 这一次你又要麻烦你出洞 然后艾玲本来是不愿意 可是呢当地的这个他们就是教会就拜托她 她只好出洞 因为上一集的神父她已经死了 对所以呢 这个艾玲她必须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 没想到呢修道院另外一个新来的黑人修女 那戴伯拉她就愿意跟着艾玲一起去挑战鬼修女 那戴伯拉不但是个黑人 而且呢她根本就不想当修女 然后是因为她家庭很穷困等等 就硬把她送到修道院 而且她在修道院不但不听话还常常偷抽烟 对那这两个组合一个是非常循规道局 非常虔诚的这个修女 然后一个是不信上帝 然后就是有点叛经离道的黑人修女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要一起联手去调查 发生在那个被焚烧的神父的那个教堂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呢瓦拉克他这次要的又是什么 还是蛮恐怖的哦 他曾经是天使 但是因为被上帝背弃了以后呢 就转化为恶灵 这次呢最强大的恶灵 最强大的邪灵 他想要夺回力量哦 那这次有没有一些吓人的桥段啊 那当然还是有了 因为这部是由温子仁来担任编剧 那应该是说瓦拉克这次可能很多人觉得 他当然还是不时会出现 但他戏份就没有上次那么多 因为他这次是附身在一个男性的公友的身上 叫莫里斯 所以呢就是在莫里斯就是在演那个被修女附身的情况 那所以他本人呢 本尊这次的戏份略少 不知道他会不会不开心呢 对那就那麻烦不开心寻找温子仁 然后他这里面呢就是有一场戏 比如这个爱玲修女啊 然后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小镇 然后去探讨真相 然后他就看到一些景象 然后他就去追 然后就追在那个欧洲有很多那种小巷子 有没有 然后半夜无人的时候 然后他突然看到一个书报摊 书报摊也没有人哦 只有一本一本的杂志 挂在墙上 可是那些杂志呢 大概有数十本 然后那杂志就 诶四周有没有人有啊有都有图片 然后就风一直吹 然后那些图片就一直自己翻动哦 我的妈呀 然后最后 然后这些数十本杂志 最后组成了一个形象 就是 瓦拉克 我的天哪 他的肖像出现了是不是 对 就是那些杂志全部的图案 书会自动排列 像那俄罗斯方块一样 没有没有 他就是一直吹一直吹 然后他就吹到某一页 哪一个可以给他组合起来 就是远远看就是一个瓦拉克的形象 这样子的内幕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对白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人 但是你看到 看到那个杂志自己一直翻动 因为他要找到嘛 哪一块比较像他 然后拼出来就是就是瓦拉克 然后这个在预告里面也有 不过那段在电影里面 大家看了也还是会觉得 蛮惊心痛迫 没想到瓦拉克也是一个拼图高手 瓦拉克这个鬼兄女 他吓人的一个手法 应该也不是那种 非常血腥那种喷血 对不对 有时候也会有了 像他把神父吊起来弄死 那个然后在焚烧他 那个画面也是蛮惊人的 不过这次当然他就是借由 这个南宫友莫里斯的身上出现 那莫里斯他已经跑去 那个他上一集其实有出现 上一集就是他救了艾琳修女一命 然后没想到这一次 是艾琳修女要救他一命 因为莫里斯他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对瓦拉克给附身了 然后瓦拉克要利用他的肉体 然后去寻找他想要的圣物 对那瓦拉克那个莫里斯 他工作的是一个女子学校 然后女子学校里面有女校长 然后当然女校长也是会其中一个领便当的 然后在外加他跟这些学校里面的老师 还有其他的女学生之间的 本来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工友 可是当他附身发作的时候 他会又会变成瓦拉克的 这个被利用的工具 好农历七月还没有过完 我相信恐怖片还是很多大胆影迷的最爱 那阿德最后来给鬼修女第二集一个电影指数吧 小修女大战鬼修女三颗星 好终于度过了这个恐怖片 我们待会来给大家一些比较温馨的题材 比较有趣的素材 要介绍最后两部新片 不要错过了 待会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流上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也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节目请到来宾视频人佛罗阿德 一定要把节目听完 因为预告一下 待会会有两个小单元 孤注一直大作战 抢救影片大作战 阿德的选择会不会跟你一样呢 我们待会还要介绍两部片 我们先来介绍的是王室绯闻守则 非常有趣 他是在讲这个男男的绯闻 不是一般这个男女的绯闻 而且是讲这个美国总统之子 跟英国王子的故事啊 对 这是网路串流影音平台播出的热门电影 对 因为里面呢 充满了蛮美好的 这种BL的那种故事的发展情节 那描述的美国总统的儿子 阿利克斯 那他的母亲是乌马舒曼所饰演的 美国女总统 那他现在这个美国女总统要争取连任 但有受到另外一个党 那应该是指共和党的强劲挑战 究竟他能不能连任呢 在这个关头 他的儿子呢 就是有时候就可能要代替母亲 进行一些比较遥远的那种行程 例如就是来参加英国菲利普王子要结婚了 然后但是呢 他跟那个亨利王子呢 就是菲利普王子的弟弟 有点互看不顺眼 互看不顺眼 他们两个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像仇人一样 也不是仇人啦 就有点互看不顺眼 那亨利王子觉得 你们这个美国人就是没文化 比较粗俗 对 那亨利王子呢 可能饱读诗书 动不动讲一讲 还会讲到什么 曾奥斯丁的小说啊之类的 然后美国总统儿子就不知道 你在掉什么书袋啊 对对对 那更惨的是菲利普王子结婚的时候 你知道那种王室结婚 不是都有蛋糕 婚礼蛋糕很高很高 就是什么七八成啊 对 之类的 然后那个蛋糕就要花七万五千英镑 哇 对那没想到呢 因为阿里克斯呢 他在这个宴会上 因为你知道那种英国皇室 凡文入节 他就格格不入嘛 那他就在旁边一直喝 喝那个人家那个 里面的酒 然后又跟亨利王子斗起嘴来 然后一不小心就弄坏 那个蛋糕 而且弄坏 那个蛋糕好几层 然后他们弄坏 那个蛋糕砸下来 砸在他们两个身上 然后于是就被拍到 然后就被放在网路上 然后这时候 这就是英国跟美国之间的外交危机了 我的天哪 可是很奇怪哦 两个人互看不顺眼 然后又经过这个婚礼的一个风波 但是最后怎么冤家会变成情侣啊 很多爱情剧不都是这样吗 对 很多都是一见钟情 要不然就是两人互看不顺眼 后来就爱上 对然后那他们因为这样子 那美国总统的妈妈就要求这个儿子说 你要弥补你的过错 所以而且不要让大家觉得美国跟英国的关系有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去跟亨利王子 然后让很多媒体专访拍照 然后你们要共同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说你们不用互看不顺眼 制造和平的假象 近视前嫌 握手言和 对 而且这样才能够让美国跟英国的关系 不会那么的纠结嘛 那他于是呢 只好印着头皮跟亨利参加了很多 包括那个温莎的那个城堡里面的 马球慈善表演啊 或者是等等的很多的活动 那两个人呢 本来是心不甘情不愿 结果 就在这些过程中 两个人就感觉了看对眼了 艾苗就滋长了 对 那很可怕的是 这个我们的阿利克斯 居然告诉亨利王子说 他是双性恋 他男女都可以哦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 应该是一种 只是玩玩不是认真的关系 他们这样子不怕被八卦的媒体拍到吗 刚开始 刚开始 没有他们两个本来就要共同出席一些场合 假装他们是好朋友 然后所以一起出现是蛮正常 不过当然这些故事 刚开始就很甜蜜 两个人趁着去一些活动 然后晚上两个人就很开心的 睡同一个房间 然后当然很多女性观众也很开心 因为看两个帅哥 对那就是很甜蜜 但是一定会被发现啊 然后当被发现的时候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男主角想到 自己的妈妈就要竞选连任了 然后这时候这个新闻出来 该怎么办 然后因为他们的手机被害了 所以再次告诉各位 请不要在赖啊或者是这些讯息里面 讲一些很肉麻的话 那怎么办一旦被害 不管是对话讯息甚至照片图片可能都被看光光 对都被骇客公布在网路上给大家看到 然后但不过呢 这个美国总统的态度就是说 没关系儿子我妈妈支持你 而且妈妈还说 我要请艾滋病专家叫你要怎么样预防 免得得到了那个病 也算是一个危机处理 对对妈妈就说没关系儿子我还是爱你的 其实这部这部剧就是大家知道嘛 把那个美国的影音平台投资的 所以呢就美国很开放 然后就接受了这个儿子的出柜 可是呢英国那边就压迫这个亨利王子 说你要说这些都是假造的 这些对话都假造 你不能够你你生来就带着皇冠 对然后你有你的责任 你要为皇室牺牲你自己 你千万不能说你是gay 对于是呢就是有一些挣扎 但是最后因为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嘛 这是一个完美的BLO的那种故事 会让大家看得很开心 他们一定会勇敢的站出来 说他们两个在一起 所以最后的最后就像童话故事 只不过故事的主角变成王子跟王子 在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 不过当然这爱情故事都是类似的 最后不是分手就是在一起 那他们当然就因为两个都是俊男嘛 然后也有很多比如说两个人约会啊 他们会一起谈四手连谈啊 或者是他们就会一起很勇敢的走上 白金汉宫打开那个窗户 就是我们每次看到威廉王子 他们一直在那边挥手那里 在阳台上面 对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挥手 台下的民众也会接受他们 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大同 有一些粉红泡泡的情节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激情 可以激起大家这个想象的一些画面 对所以呢就是点阅率非常高 然后也受到全球非常女粉丝的欢迎 那最后也给王氏飞文守则一个电影指数 美国第一公子爱上英国王子的罗曼故事 罗曼蒂克故事四颗星 好接下来是日本电影黑夜游行 里面这个男主角感觉就是个阿宅 而且是个废柴哦 考试也失败了 求职也不如意 然后也没有交到女朋友 这三年都在超商打工 但是这个时候机会出现了 但是他就在便利商店当这个店员 而且还常常受到店长啊 还有同事的欺负 那在一个圣诞夜 他决定说我每次都被你们欺负 我这么乖还是你们不能肯定我 于是他就拿走了超商 原来日本超商的那些过期的食物 我们台湾是把还没有过期 就是快要过期前就会把它打折 可是日本的那边就是规定一定要销毁 而且你是店员 你也不能拿来吃哦 那他就拿走了一样东西 因为有点暴富 然后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 神秘男子 邪恶的 对 就他就 当他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 他居然身处在北极 他身处在北极啊 对 他就被带到北极 因为他们说 圣诞老公公呢 以前都是只给好孩子礼物 后来发现我们也要给坏孩子礼物 但是给坏孩子礼物就是要让坏孩子伤心 对 然后就是作为一种差别这样子 那他居然到了圣诞老公公的那边 然后他们说 我们这里是一个这个公司啦 就是有非常多的人要为全球的小朋友服务 但是服务对象不一样 就跟那个慈祥和蔼的圣诞老公公服务的人不一样 他们专门是要为坏小孩 准备圣诞礼物 应该不是什么好礼物吧 就是要想办法要 对 而且呢 就是他就要 他们就要想尽办法 然后我们的男主角呢 本来在现实生活里面 他在便利商店是被欺压的角色 对 可是他现在就有了一些他可以发挥的地方 比方说什么 例如他们会说 比如有的小孩子啊会许愿嘛 那你就要让他的愿望 他想要东西不能实现 然后我们的男主角呢 就是担任那个测试的 是 对 他就会测试说 那怎样才能够让那个小孩子失望 对 让他甚至让他收到的礼物 会被同侪嘲笑 这样子 然后得到惩罚 那那里面就当然里面也有 巧本还奈啊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千年一遇的日本美少女 是 等等的演员一起演出 然后当然也是要给大家一些考验 就是我觉得他提出来一个理念很有趣 就是我们要想尽办法也要送坏小孩圣诞礼物 然后当然就是要让坏小孩痛哭流涕 然后也许他就会想要改变 然后变成一个好小孩 当然最后也会讲到男主角的绅士之谜啊 他的爸爸为什么那么早就过世 害他后来很倒霉 然后他在便利商店为什么一直受到欺压 原来是便利商店店长就是要考验他 可不可以成为黑衣圣诞老人 这一切都是受都是有原因的 都已经铺好了梗就对了 对对对 都有什么机关在里头 那这一次呢 其实是导演福田雄一 他的作品 之前他也拍过这个圣哥传 也就是说 他对于这种 有点闹片 对对对 有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在里头 对对对 但是这些闹片 其实还是有一些有趣的意义在里面的 对 那个像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部 那个喵的诈骗乐园那部电影 里面也是讲到有鼠辈嘛 然后变成一个鼠王 没想到黑夜游行里面也有耶 有成千上万的鼠辈怪出现 而且有巨大的鼠王 那画面真的有点惊悚 因为他那不是画的是动画 他们是真正的老鼠 然后于是我们男主角又要对抗鼠王 然后在鼠王的威胁之下他还是要拼命的去送他们要给世界上小朋友的圣诞礼物 对但完成任务之后本片还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请大家看到最后 刚刚你讲到这个美少女 巧本还奈 哎他片中是不是有一个光头的造型啊 对啊 蛮特殊的 日本的光头头套真的做很像 对 就是让你看上去真的以为他光头了 对那男主角也有点爱慕他啦 所以所以呢 其实就是他在这部电影是有一种 就是里面大部分都是男生嘛 所以他有一种万绿从中一点红的作用 然后再给大家加上一点粉红色泡泡 好我们最后也给黑夜游行一个电影指数吧 超商落魄电源变身耶诞老人四颗星 好接下来进入这个单元台北票房观测站 要公布上个礼拜的台北周末票房排行榜 哇第一名这个单左华盛顿真的是不简单哦 私行教育三开出了513万的票房 也荣登了冠军了 第二名是GT跨界玩家256万 第三名澳本海默208万 第四名是鬼月嘛 所以一些应景的鬼片出龙 纵邪三鬼门开192万 第五名是芭比114万 好接下来这个票房的排行榜 可能会有产生哪些的变化 我们也会带大家持续来追踪哦 提醒大家不要错过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孤注一职大作战以及抢救影片大作战 孤注一职大作战什么意思呢 因为今天介绍非常多的芯片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部片的时间跟成本 那么阿德你首先的选择会是哪一部呢 跟大家推荐的是王室飞文守则 然后本片呢 由两位英国跟美国的帅哥所主演 他们分别担任美国总统的儿子 以及英国的王子 那本来是互看不顺眼的欢喜冤家 之后呢却爱到向全世界勇敢出柜 虽然是一个非常甜美的童话故事 但也希望未来的世界可能可以对不同的性别 也跟不同的爱情呢都可以抱持着宽容的态度 把这部电影推荐给观众 我觉得他选角选的蛮不错的 像那个英国王子 他本身就带着一些忧郁小生的气质 然后真的就像贵族出身 那像美国这边呢 这个美国总统之子 有一些这个拉丁美洲 也有一些中东的协同 对就是他们就是要多元嘛 现在有一些就是希望可以吸引到 各个阶层的观众 而不是纯粹就是好像都是白人啊 担任主角之类的 好这个是孤注一职大作战 除了新片之外 我们也没有忘记好片哦 特别是即将下档的好片 或者在影音串流平台呢 容易受到忽略的好片 要抢救哪一部呢 我要抢救的是非武人生 然后这部德国的电影 描述了一群在感化院的青少年 他们透过了感化院 所提出的街舞舞蹈课的 这个感化教育 然后重新让他们 可以使用他们的身体 去表现他们自己 然后重循到他们人生的春天 把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能够跟影评人佛罗阿德 聊到这边咯 也希望下次阿德来游节目呢 推荐更多的好电影 谢谢大家 好大家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 只要在脸书搜寻 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就可以了 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 可以锁定 电影一下就上瘾 那如果想要重听或者补听 非常方便哦 你只要在YouTube 或者在播客上面搜寻 电影一下就上瘾 记得这个瘾呢 是电影的瘾 听完看完之后 帮我们分享出去哦 让更多喜欢电影的朋友呢 都能够加入我们 我们下礼拜继续来聊电影 拜拜 拜拜